第889集 纵然是在中州 在这样的超级拍卖盛会上 也几乎不可见到王者神兵拍卖 因为太稀少了 但凡得到都会自己温养起来 与血肉交融而不会卖掉 真是一件瑰宝啊 估计将会是天节 我还想买龙髓呢 估计买不动这个宝贝 悬空的楼宇中叶凡轻叹 王者之兵 每一件都会耗取无穷天才地宝 情节一个大门派的所有 也不能著成 也唯有圣地与神朝 以及最顶级的大势力才可拥有 可以想象一下 绝代神王江太虚 激烈一生的兵器 有几人能够得到与持有呢 任何一个人持在手中 都可以横扫 同街一群人 锁相披靡 难逢敌手 中提 不过 隐儿拳头大 比率欲低 剃头通亮 一望旧知智归宝 忍不住想持在手中把玩 碧落中 酒离天阙中 主持拍卖的老人 刚说出这个名字 还没有说出底价是多少 大厅中的人们就沸腾了 竟然是传说中的那口中王 整片电雨 都是一片嘈杂 很多人 神情震动 全都议论了起来 更有不少人向前挤去 想要看个仔细 与究竟 只因碧落中三子拍卖 大厅中一片混乱 众人神情激动 许多大人物都走出了包间 运转神目观看 碧落中 昔日明动天下 是一宗神庙而强大的兵器 众生一响 天地接济 人雄陨落 万物粉碎 两万年前 中州出现了一个碧落王 就如同当今东荒的神王江太虚一般 为一个无敌之王 他激烈一生的兵器 可想而知 多么的珍贵 碧落 为道家第一层天 陛下满空 叫做碧落 敢以这样的名号称王 自然有独捕天下之处 碧落中 被称作中王 与一万五千年前的 羽化王 激烈一生的九神兵 一样出名 在中州许多古籍中 都有确切的记载 碧落王 羽化王 为中州强大的王体 所留兵器 世间罕见 具有无量价值 这口碧落中王 恐怕没有几人买得起 当年 也不知耗费了多少真料 最终才以九天碧落神域著称 最关键的是他的威能 若是 持在一位圣主级人物手中 在没有古圣人的年代 在没有大成王体的岁月间 可以无敌天下 众人心中思量 莫不动容 知道肯定是天价 除非远古神朝与圣地出手 不然 没有人买得起 太珍贵了 七十万金纯净元 起拍 当人们稍微平静下来时 那个老拍卖师 大声的宣布了底价 此话一出 短暂的静止 而后一片哗然 这怎么可能啊 才七十万金 纯净元 几乎没有人敢相信 这可是传说中的碧落钟 唯一一个无敌王者 以一生心血炼化的宝贝 怎么可能这么低廉呢 假的吧 这肯定不是真正的碧落钟 这难道是一介房品 并不是古籍中记载的那口中王 许多人质疑 不相信一口神中的底价会这么低 认为油炸 并非真品 诸位 少安勿躁 九里宝雀中 老拍卖师轻轻地敲了一下中体 顿时发出一声轻烈的中医 递当人的魂魄 是那口中王 但却出现了一道乌痕 婴儿拳头大的壁落中 被翻转了过来 人们发现在中的内壁上 有一块血痕 像是一块污渍一样 暗淡无光泽 怎么回事啊 不久前 有人在一片兄弟中 发现了碧落王的遗体 躺在一个血窟内 中人闻听此话 历史知晓怎么回事了 祖根生龙髓 一颗产生污秽 纵为战宝 长时间浸染 也会被化掉 在一处大地污血原地 近染两万年 壁落中没有彻底毁掉 已经算是奇迹了 可惜了呀 一件神物就这么废掉了 想不到 壁落王安记在了一座血窟中 这可真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传说中的壁落中 就这么磨灭掉了 众人摇头 热情一下子减退了 诸位 这可不是一般的兵器 乃是以九天壁落神域筑成的 要知道 这是可以用来 铸造圣人兵器的神采 远古的圣人都寻觅不到 若是寻到绝世地乳 或者顶级龙髓 完全可以洗掉血污 让壁落中恢复 且继续温养下去 避讳万邪不欺 永世难以磨灭 许多人又心动了 心思活跃了起来 但依然有不少人摇头 算了吧 代价太大 地乳龙髓本身就价值连城 还需要是最顶级的 谁花费的血呀 八十万斤纯净元 八十五万斤 虽然有很多人口中说 代价太大 但是在竞拍时 却还是出手了 而且很激烈 一百二十万斤纯净元 叶凡也开口了 他觉得壁落中很不凡 应该可以化掉乌痕 毕竟 为九天壁落神域铸成 好生温养 不仅能恢复 应该还可以不断成长 他一下子提高了数十万斤 纯净元 多时让人一阵侧目 很多人都一阵犹豫 不知是否要继续加价 另一个声音传来 一百五十万斤纯净元 非常的镇定与平静 正是黄金族的金赤销 流淌有太古王的血液 一百五十五万斤纯净元 有一人开口 也凡他继续加价 一百八十万斤纯净元 二百万斤 金赤销面不改色 一服要定了的样子 疯了吗 碧落中已经出现乌痕了 还能这样被争夺 这可真是缘多气粗啊 众人吃惊 一百八十万斤纯净元 是叶凡的底线 但见到是金赤销在竞争 他觉得有必要推波助来一下 他倒也不是诚心要坑此人 而是一会将有龙髓拍卖 他觉得有必要让其消耗多一些 免得到时候又跟他竞争 二百一十万斤纯净元 叶凡语气不坚定 似是咬牙喊出这个价格 二百三十万斤纯净元 金赤销非常的强势 一口气加了二十万斤元 二百四十万斤纯净元 叶凡似乎更犹豫了 报价时有些迟疑 二百六十万斤 金赤销非常的干脆 金凶太过了 碧落中出现的严重无痕 早已不负当年的神秀 威力不及当年议程 一百八十万斤元 就是极限了 旁边 那个身穿紫衣的男子劝道 骑士府的另外几名弟子 也认为不值 纷纷地劝阻 我要定了 我们黄金族有大地神辱 完全可以洗尽无痕 让这口中王复原 什么 几个人心惊 无比地羡慕 若是能复原 花再多的元也值得 可再现无敌之王的风采 最终大殿中的人麻木了 叶凡一点一点加价 硬是将碧落中推上了 三百万金元的天价 不敢再加了 怕惊退对方 不对 他志在必得 还可以出家 叶凡 以原天神觉观察 心中移动 感受到对方的情绪波动 三百一十万斤纯金元 三百二十万斤 叶凡 温火煮肉 将价格推到了 三百五十万斤纯净元 不再理会 最后 连金赤销都挤眼了 他身上并没有这么多元 跟九离天去的负责人 沟通后 得到可日后付款的允许后 一口气 价格推到了 三百七十万斤元 成为了 最终得主 这个王八蛋 金赤销咬牙 这个代价太大了 他盯着叶凡所在的包尖 内心又无尽杀意 而后冷笑了起来 三百七十万斤元